哈囉 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呢在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台我記得應該是沒有開過直播 這個是我自己好朋友的車子 這台是Mini Cooper The Countryman 代號的話是R60 2014年的 動力的話是1.6升 應該是我輪引擎吧 我有點忘記了 動力的部分 然後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呢 是麥花神 後面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感的懸吊 那這台的配置 我們前面的話是配置7公斤 後面的話也是配置7公斤 這台還有其他的版本呢 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這個車的外型很漂亮 非常經典的外觀 2014年的 那車主的話也有改了17吋的NK的鋁圈 還有 不對 這個18吋的 2254518 原來也有改裝的避震器 因為用了一段時間久了 所以再做一次的那個太換 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的懸吊系統算是多連感的 它的上座呢 就比較特別 它的上座是有點斜度 而且形式很特殊 所以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跟一般歐系的大品牌都是一樣 它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下座的部分的話 車高的調整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預計今天的車高大概是2指幅左右 2指幅 比原廠的車高呢略像一些 這個的上座 這裡各個角度看不太到 它的上座其實上方有兩個原廠的橡皮 那橡皮的話 Mini Cooper跟BMW一樣 它的上座的橡皮呢 並不是橡膠的材質 它是一個類似發泡的材質 所以如果拆裝的時候 車輪比較久 或者是車子的使用里程有比較高的話 就要留意那個黃色的上座橡皮 是不是需要做太換 因為如果快要壞掉了 又把它裝上去的話 就有可能沒多久 又得要再拆裝一次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之前就有幫車友的話 改了這個算是Harris的 後下可調式的連桿 它變成可以做角度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藍色的這個是Harris的下連桿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懸吊系統 還有改了那個阿瑪的四火塞卡鉗 而且這個車頭很漂亮 它還有專屬的霧燈 還有這個是Mini的LED的光圈 這個不便宜喔 這個是LED的 原廠就已經是HID了 這是1.6升 我們先來看一下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話 R60應該是說Mini Cooper的系列 我們其實都有附上座的 那上座的話是三顆螺絲 然後它本來是算是一個螺絲孔 然後那現在的話是把它改成功的螺絲 哈囉 你好 它改成功的螺絲 那這裡的話是一個阻尼的旋鈕 如果順時針的話它就會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這一顆是1.6升 對Mini Cooper的動力我比較不了解 好像是有JCW的版本 都是動力比較大的 Mini Cooper的二手車架 我記得都維持非常非常好 這個車也是很多女生非常非常喜歡的車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台灣公斤數我們配置的是7公斤 前面是配置7公斤 那這一個的離載串的固定點 應該來說 我們再講的再仔細一點點 它這台車呢 這裡的空間比較小 所以它原廠其實在避免器這裡 有做一個線進去 為了就是要閃它 鋁圈跟輪胎的內源 那改了改裝避免器之後呢 這個腳管呢 因為受限到空間跟大小的限制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得很長 所以它的離載串固定點呢 勢必要往下移 但往下移之後呢 它的離載串就要改短了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規格呢 是比原廠還要來的短 而且它的角度很特殊 一個是朝前面 一個是朝側邊 兩個角度是呈現90度角 跟一般的對向或同向呢 是不太一樣的 但這個離載串 可調式的離載串 KT就都有付了 所以也不用再另外再多花錢 所以這台車呢 我們就都有付了這些的配件 那在裡面材料的部分 我們來介紹一下 材料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理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不錯 在油封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前面還有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都比較單純喔 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就是這個車高調整的時候 我們是把腳往上方 這個齒輪狀的銀色托板 往這個方向旋鬆 往逆時針旋鬆之後 它的這個桶身就變成可以旋轉了 如果我們把這個整個長度旋長的話 它加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往下縮短的話 它的車高呢 就會變低 所以它能夠調整車高的範圍呢 還蠻寬裕的 譬如說以這台車R60來說 最高大概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那最低呢 剛好葉子板跟輪胎是切齊的 這台是R60 好快就講完了齁 因為我們安裝好像只有剩下 右前還沒有安裝好了 左前駕駛座這邊還沒有安裝好 這個剩下 好像這些這邊的話呢 有一些像是ABS感應線啦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呢 這些我們都比照原廠的固定位置 不用再綁束線帶啦 或者是固定一些奇奇怪怪的固定扣具 那就會讓計時呢 比較在座位上呢 方便許多 KT的產品 就會做一個專車專用的規格啦 那這台車其實可以看到它的三角架齁 其實用料都很不錯 這個是鋁合間的材質耶 所以車底的幾何結構的一些拉桿呢 整體重量呢會欠很多 這個是阿瑪的煞車 這個的話應該是試猛代工的樣子 看起來 這個這些的改裝布品 我記得價錢好像都不便宜喔 像剛剛的霧燈的話就一兩萬塊 這個後視鏡的話也不便宜 MINI的改裝套件都 單價都還蠻高的 但是 改KT的話 以MINI Cooper的避震器來說 其實算是CP值很高啦 因為進口的大概也都要五萬六萬 甚至是像KW的話也得要個七八萬 但KT的話 優勢的話就是第一個 我們自己本身是自己製造的工廠 那之後如果有像鼠尼油有裂化啦 或者是油門有損壞 或者是上座防塵套 任何一個零件有損壞的話 KT都是有辦法針對這些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主尼油有裂化 那也可以把它翻修 可以拆開換裡面的主尼油 更換裡面的油風 其實就像新品一樣 我們工廠都有做這些售後的服務 OK好 以上是今天MINI Cooper R60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有同型的車主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請不用客氣再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